来自新加坡峰会的教育职工 今天要带点不一样的近思语课程给本土教联会老师 原来团队特别邀请了西达多小学的老师蒲甲 来演示近思语教案 给本土的教联会老师观摩 第一次上台也是 近思语教案 团队虽然有些紧张 但表现可圈可点 不只让本土老师们获益良多 也获得海外教育职工的肯定 有些不同的差异性给孩子们 普拉迪是来自乔达摩学校的老师 因慈济在克瓦塔利亚村举办的健检活动而认识慈济 并成为志工 他通过乔达摩学校校长的引荐 成为慈济为该校带聘的老师 同时也是库达巴卡学院教育系的学生 学校还ose看죠 学校村上了 学校 universitario boys 学校院教育系的学生 学校这回是什么的 civilCharだ 学校尚的里合学生活 学校是全部的小的谷西 学校一系统階学校 孩子的希望在教育 这群充满爱心和热情的教练会老师 就是推动教育的力量 期许他们能生根禁丝人文教育 让善的种子萌芽 大爱新闻黄俱成吉祥 陈美玉 尼泊尔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